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今天呢 就准备了夜空庆 就是 就是,我就是,写完一封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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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哭了 要哭了 一句一句的,四个人哭了 然后,到今天呢 我也没给你们写过多长的东西 所以呢 所以,一写几万封呢,我确实有点写不过来 所以,就写了一封 我就把它读给你们听,今天现场的朋友 我的第一场演唱会是在今年的6月5号 但其实,认识大家就从去年的11月就开始了 对吧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对我个人有改变的事 我真的是超越了之前二十年 与其说,我成长了许多 不如说,我们一起成长了许多 因为你们 然后,我才能站在路上 越走越有底气 反正你们都有个包容的就是 我们相识 我们相识 冬季 我们互相互相的理解 相互包容 我希望下一季 不管下一季 不管下一季 哪一季 都有你们 好吗 有人说啊 有人说 我成为你们 生活这个 一部分 其实 你们有成为我生活这个 一部分 我真的是 我以前啊 我以前都其实 我 不看微博 然后 不怎么刷我配王的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就是 我 作为一部分的 艺人 作为一个偶像 然后 选择去 然后 然后 去 这个 其实 直到有了天 就是 十分 然后 我才重新认识了 这个 你们都说 我是操散子 是吧? 谁说过我 我就操害你 他说我 可能是不会 只有我先 其实想说的话 特别多 但是我 这个人不太善 表达 不太 不太习惯 讲很多话 但是我写的时候呢 确实写的有多 又不是从哪儿讲起 2016年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一年 因为这之前呢 我只是个孩子 2016年 我有了 一些 特别的东西 我有了特别的你们 因为在这年之前 我还是一个 怎么讲的 野孩子 我又无力的 每天 自由自在 每天工作 然后 会在马路边 喝喝啤酒 和朋友的天 吃吃烧烤 用你们的话 讲的就是 我接地气的 男孩 确实啊 想不出特别 华里的词会学 我真的只能 就 说一个词 好 真的是好 我想不到我生日 除了就是 自己的父母 亲朋好友 还有谁会 无求回报的来 对我好 然后你们每天跟我说 绝云 绝云加油 怎么怎么样 就很多 所以从今天的 直到现在 直到我 现在坐在这里 然后看到你们 用一个 俗套的成果一讲呢 算是 百感的交集啊 每次你们在 机场 机场接我送我 然后在 酒店楼下 一直等着我 在剧组里奔波 然后 给工作人员的礼物 给每个人 很用心 导演啊 这边每个人都 受伤伤的祝福 你们替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也很感动 合理其实我很多时候啊 我自己 也在想 就是 我凭什么让你们 这么喜欢我 因为这是 学位 学位 真的是 真的是 可能只会 在机场的闲聊 还是说 在微博上的互动 肯定不是 对吧 其实是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应该带给你们 是 一种 精神上的 一种 一种 向上的路 这才是 我的 有时候 我自己也会 回想 弹性 我想为什么 为什么会得到 很多人喜欢我 结果丢下很长时间 但是我后来 想过来 我发现 就是 喜欢嘛 就是喜欢 爱必须要有什么 特别的理由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人 我就要跟着你 所以 在很多 我 疲惫 受伤 困惑的时候 我想起来 有你们 其实你们也是 对我一种 无神的力量 我说一下我们要做的 啊 我要做的就是 努力 努力 再努力 努力 再努力 努力 努力 再努力 我如果能做到 一百分的事情 我一定有两百分的目标 要去做 我希望有一天 我能够我 跟你们通过的安全感 不过 所以 再由我一眼 红尘小动的这个小事 都替我糟糕了 我觉得 我也是你们最大的感情 所以啊 嗯 所以我一定会努力 呃 我可能 会改变一点点 我之前的心态 我可能不会 突然地消失掉 我在你们视野里面 好 但是我也不会一直 一成不变地在你们的视野里 我要做的更好 我要让你们出去 讲话的时候 有底气 什么是感情 当你们讲起来 黄景这个名字的时候 跟朋友 跟家人 或者跟 呃 陌生讲起来这个名字的时候 对吧 我们是 牛 对吧 嗯 上一天这个 对谁的时候 他把最珍贵的女人 给了我 自然二个是 牛区队的 十年许 所以我觉得 这七天我心里的 所有的 都是我该的而言 我没有资格去抱怨 去谁说 我不仅是个艺人 我还是个男人 我还是个男人 我会连这些都靠着做我 配合上你们 对我的爱 但是后来我慢慢慢慢的开始 有一种 择肉奶压的身上 因为以前一个人 我可以 我做事可以不管不顾 但是现在身边有 这么多人看着你抱着你 可能 你做很多事 就需要给人家做榜样也好 然后 做一个考量也好 反正你总非常负责任 然后我希望你们在 疲惫 在困惑 在一些迷茫的时候 不能跟我说跟我讲 我希望 我在这方面能找到一些 成在感 我希望我们就有更好的明天 嗯 我希望我们就有更好的明天 嗯 嗯 我不想说很多 我只想 把他们 讲一些精华出来 因为我从来不去跟任何人 证明我很爱他 我从来也没有跟女人 讲过 我爱你 因为我不想证明 我爱你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需要证明的爱 都不够纯粹 最后再说几句这句心里话 呃 我想说如果 陪我到最后的生理 一路风云也没关系 如果陪我到最后的不是你 我们的点点滴滴滴 我一点都不会忘记 啊 啊 如果追逐你们回来 晚一点也没关系 啊 啊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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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